一定要根據這些就是剛剛提過了 然後所以我們兩吋的話可能太大張 所以還是要再剪一下它的外邊 剪完之後至少你那個臉的部分一定要在 3.2 3.2其實很抽下來 大概就是一定要佔大概四分之 三分之二吧 這個頭一定要三分之二 才算是合格 所以有一些情況你可能不符合 所以如果你 假設你還沒有護照的話可以試試看 先把護照辦 隨時要出國就比較方便 那這邊的話當然會有一些條件這底下是不符不符合的 其實有手啦什麼我想應該 各位對於這應該不陌生 甚至辦身份證也是一樣 另外線上沖洗的話除了像銀件這個 他好像一張是三塊半之外 如果你要簡單 而且方便的話 好像網路上也有那什麼除了 除了那個 線上沖洗之外 他這邊底下 我看這個網站他提供給我們一個訊息 就是你可以到什麼 到那個便利商店沖洗 一張要六塊錢 而且直接可以 把那個 像萊爾夫 全家好像都有這種利可得 而且只要8秒就可以取見 24小時不到 所以你如果六塊錢 算起來算貴一點 不過感覺 其實 還是以方便 為主 找不到 算 反正 但至少 我們可以 自製 剛剛 兩吋的 所以兩吋做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最後請你把 他這個照片 另存新檔 或者存檔 存檔的話 請你把它存成那個 大頭照 兩吋 OK 一個PSD檔另外一個幫我存成JPG檔 JPEG這個 就兩個檔 大頭吋 大頭照兩吋 一個是PSD 一個是JPG OK 品質你就按預設就好了 好 這樣的話 第一個就做完了 第二的話 也是一樣 再幫我做什麼 開個新檔 再做一吋的 所以這邊的話 大頭照 就一吋 一吋 一樣的尺寸 也是我們等於是 1800 1200 像素 OK按確定 好 那再來的話 當然呢 我們要準備什麼 所以這邊的話 假設你要一吋 因為剛好是4乘6 所以這邊基本上會是 1234 所以會有4 然後再來的話 寬度剛好 剛好是 450 所以變成怎麼樣 你要是剛好 450的一半 所以這邊變成要切一半 然後再 變4等份吧 所以變成說呢 原來450變成要除以2了 450除以2等 等於 275 25 25 OK 數學不太好 OK 用計算機算一下 225 好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怎麼做啦 首先當然 第一個也是要準備我們的那個 大頭照 OK 也是一樣 我拿這一張 所以你可以拿 拿一個生活照 就這一張 把它 Ctrl Auto 復原一下 恢復成原來的 那假如說 你要一直復原 復原的話就 Ctrl Auto 加一個LT 才能夠 不斷復原 如果你只按 Ctrl 我自己只能復原一次 OK 特別注意 Ctrl Auto Follow shot比較特殊地方 那Ctrl 加 Ctrl 加 那這張照片的話 是我在那個 田澤湖 有個秋田有個田澤湖那邊拍的 剛好背景就是 叫秋田新幹線 不過這個秋田新幹線還蠻有趣一點 就是 新幹線一般會認為說跑很快 所以有一個錯覺 做到這個車結果跑到秋田 車子變好慢 時速好像本來300 320公里突然變成只有 100多公里 所以 蠻特別的 新幹線裡面跑最慢 好像就秋田新幹線 因為他那邊山區 突然變得很慢 可能突然變 從高鐵 變成自強號 好 那 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 選取我要的範圍的話 我剛剛提過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裁切工具裡面 給他尺寸 不過呢 剛剛的尺寸 我們是 450 所以把他一半 2 2 5 OK 沒錯 225 OK 然後呢 高度的話呢 本來是600 請你把它改成 300 OK OK 那設定完之後的話呢 再做一個採檢 你可以先採一個比較大張的 比較大張的 把它放開 打個勾就OK了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 再往裡面採一點 所以你可以分階段 然後把它採 打個勾 OK 好像 下面可以再採 不過他這個比例 再往裡面 這樣就沒辦法 在裡面的話可能就是 這邊要過來一點點 這樣子 這樣OK 好 所以臉要大一點 他可能需要臉大一點 OK 然後再把它打個勾 假設這樣 那我如果要把這一張照片 一樣放到剛剛那個部分 一定也是先定義 定義圖樣 大頭照 按個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把 這張圖切到大頭照一寸 一樣 就是用什麼 填滿 然後並且把剛剛的這個 第二個圖樣 把它按個確定 全部填滿 所以 剛好就 每一個就一張 撿下來的話呢 就是一寸的 OK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最好是 真的 利用自己的 照片 去沖洗 如果 你有沖洗 下一次上課有帶過來給我看 我可以給你加分 表示你真的有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你真的做成功了 OK 真的啊 這也真的可以拿來用啊 而且你說一張 這麼多張才六塊錢 其實基本上 我想應該也還蠻 省成本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呢 請各位 練習 今天的大頭照練習 有兩個 一個 一個是一吋的 一個是兩吋的 那一樣呢 各存一個PSD 一個是 JP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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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